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要讲道人风范之恶 出格见地 一位道人要有出格的见地 方有千古的品格 一位大丈夫修行人 他要有超凡的知见 才会有超凡的品格 方能转凡成圣 成就佛道 那今天要研究的出格见地 就是这一篇 第一开始就讲到这一句 静缘无好仇 好仇起于心 外面的境界到底是好还是坏 其实完全是我们自己心所造的 譬如我们现在大家坐在家里 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 如果你在家里不断地精进 家行用功 那就变成一件好事 如果你在家里很忧愁 很害怕 很恐慌 那就像在坐牢是一样的 所以一切都是为心所造 那这一篇就讲到说 愚人除静不除心 智人除心不除静 一个凡夫愚人 他是攀缘外境 想要改变外境 所以去造很多的业 他不是改变自己的心 但是一个智者 他是改变他自己 他是向内安住的 正念真如的 他是回光返照 永远是往自己的真如去安住 而不是去改变外境 因为他知道答忘本空 心不可得 静也不可得 就好像梦心 妄知梦境为时有 其实做梦的心 心事不可得 跟所梦到的境界 梦境也不可得 一切都是元起信空 有这样子出格的见地 我们就会素未而行 就安分守己 安住在真如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 这样的人他就会不愿呼外 他不会去向外去攀缘 也不会要求别人 有时候我们觉得 为什么家人对我们不好 为什么朋友对我们不忠 其实不是他们的问题 是我们自己要改变 而不是去要求别人 所以一个素未而行的道人 他永远是向内安住 要求自己 这样子就会无辱而不自得 不管是任何境界 到任何地方 他都是自得其乐 安住在真如 安住在自己的道心 如果稍或未然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有三件事情 就是富贵能赢 贫贱能移 贫贱能移 移地患难能去 这个时候我们就富贵能赢 就是我们有财富 有权贵走运的时候 我们就赢 赢这里是乱 赢乱放荡 很多人一有钱 就开始有外遇 不守本分 或者是变得很傲慢 再也不谦虚了 或者是病一毫 就开始出去玩 放逸 这个都是我们被 这个顺境所转的 因为心没有往内 是往外的 所以境界一来一毫 就被转 那这是一个愚人 我们不可以这样子 我们要做一个圣人 要往内去安住 永远守住自己的本分 永远守住自己的德行 就像汉朝的大臣宋洪 他那时候皇帝 光武帝的姐姐 胡杨公主心寡 皇帝就问胡杨公主 文武百官当中 你喜欢哪一位 胡杨公主就说 那个宋洪 气与非凡 与众不同 我喜欢她 皇帝就去问宋洪的意思 就问宋洪 你觉得我姐姐如何 那宋洪就很婉转的说了一句话 贫贱之交不可忘 朝康之妻不下堂 跟我们一起共度患难的朋友 我们不可以忘恩负义 跟我们一起吃很粗米粮的太太 我们不可以抛弃 这个时候汉武帝就知道了 他不再勉强他 而且对他更加的敬重 所以我们要富贵不能赢 那一个愚人呢 他又会跟着贫贱能移 就是跟着逆境而转 当我们运气很不好 很贫穷很下贱 被人家污辱 或者是生重病 这个时候 我们会不会被境界所转 有的人他会怨天尤人 起撑心 有的人他会很忧愁 再也笑不出来 有的人他会便捷 他就是开始去拔解权贵 做一些不法的事情 那这时候我们都是被这个逆境所转了 那这样子我们就不是因为道人了 我们应该永远安住自在自己的菩提心 自己的道心 做贫穷也是做我们该做的菩萨道 道真法师他那时候做肿瘤科医生的时候 他那个医院有两个诊室 他是合在一起的 那有一天第一诊查室就来了一个50多岁的乳癌太太 那这个太太因为他需要的药呢 还没有被劳保局通过 所以他觉得经济的压力很重 那又因为病况的情形 让他压力很大 他不由自主的哭了起来 那第二诊查室也是有一位乳癌的患者 一位30多岁的太太 他听到了就轻轻的敲那个门 就请道真法师过去 他就说 郭医生麻烦你把我这个钱包里头的钱给隔壁这个太太 大家同事受苦的人 我只是想尽我一份心意 那道真法师非常的感动 因为这个年轻的太太 他的处境比隔壁的那个太太还要苦 他的孩子还很小 还在抢宝中需要喂奶 先生赚钱又很少 他又没有劳保 去别的地方治疗 很多时候因为没有钱付不出钱 就放弃了治疗 但是他因为出诊的时候 看到医院的白板 写了一句话 纵使明天是世界末日 今夜人要在园中种满莲花 这时候他才鼓起勇气 向娘家去借钱 然后才来治病 所以他这么痛苦 还是只想到别人 而且是个不认识的人 这就是一个菩萨的精神 我们不可以因为贫贱而辩解 那再来一个愚人 他会一地患难能去 一地就是在外国西洋的国家 他不是有中国文化的国家 像我们在美国长大 在美国生活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孝涕中性 礼仪廉恋 这是永远不可以改的 而且我们要自己有德行 然后去感动外国人 让他们也来学习中国的文化 也来学习佛法 这样才能够帮助整个世界 所以到了一地 不可以趋 就是跟着大家一起 功利主义 必须要有你自己的操守 你自己的原则 而且不可以改变 那就算是患难 再难熬的时候 再困苦的时候 也不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智 我们的操守 就像孟参长老 他1950年的时候 孟参长老不愿意改变他出家人的身份 结果就被抓去坐牢 劳改了33年 所以他坐牢做了33年 他说他好几次想要自杀 但是他都是念着《报恩经》里头的一句记 就说 假使乐铁轮在如顶上悬 终不疑此苦 推失菩提心 就算乐铁轮在头上 也不可以因为这样的苦 忘失了自己的菩提心 他就是因为这句 熬了33年 后来弘法立身35年 活到102岁 2017年才往生 他这么的苦都可以受都可以 不屈服 我们这一点点小小的逆境 就受不了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不可以被任何的境界所改变 所转 那一位大丈夫 一位智人 他是不一样的 他是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晴天下之大道 这个就是在孟子里头讲的 大丈夫的风范 一个大丈夫 他是居天下之广居 所以他有仁慈的心 爱所有的百姓 不管走到哪里 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家 就像文语里头讲的 君子 静而无师 与人公而有礼 四海之内 皆兄弟也 一个君子 他永远是爱尽存心 永远是恭敬礼让 所以走到哪里 哪里都是他的兄弟 整个地球 对他来讲是一家人 这个天下就是他仁慈所爱的对象 所以一个君子 永远是安住在他仁慈的心 再来立天下之正位 他永远是安住在他大丈夫 道德的定位 他是守得很好的 这就是客己父礼 他会素位而行 素富贵情夫互贵 素贫贱情乎贫贱 素一地情乎一地 素患难情乎患难 所以如果他是富贵 他就会好礼 如果他是很贫贱 他就会很快乐 他一地患难都不骗劫 那这个就是安住在正位有礼的一个圣人 再来行天下之大道 一个圣人完全是行忠义之道 他永远也不辩解 他是为公为众 有情有义 永远都在道义上 就好像轮语里头讲的 一个君子可以脱六尺之孤 可以记百里之命 灵大劫而不可夺也 君子仁也 一个君子可以脱六尺之孤 六尺之孤就是一个十五岁以下的孤儿 因为父王走了这个小的太子 寄托给一个可靠的人 所以一个君子是可靠的 你可以把他这个孤儿的太子寄托给他 你可以记百里之命 百里就是一个方圆百里的一个小国家 你可以把你的国土交托给这一个人 因为他是可靠的讲义气的 那灵大劫不可夺也 就算政治上有什么政变 或者是有战争 他也是不可以夺他的志向 他的操守 那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君子 就是一位大丈夫 所以我们要有道义在心中 人成及佛成 我们如学能够做到 修养能够做到 就能够成佛 成圣 成贤 那偶艺大师就把这三句 配着法华经里头的红金三轨来解释 入如来世 做如来做 着如来依 入如来世就是一个中观 大慈悲为世 这个跟上面的居天下之广位的人 慈之心是一样的 一个安住在真心的人 他永远是大慈悲的 就算逆境恶缘 就算生病 病得很苦 他也是觉得我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永远是为众生念一句佛号 也是为了苦难的众生 为了地狱 恶鬼 畜生 还有所有苦难的人民来念佛 这样才是我们的佛心 这样才是入如来世 住在如来的家 再来我们要做如来做 这个是一个空观 这个是一个克己赋礼的人 因为他明白诸法空为座 安住在空性 他明白眼前成败得失的因缘 这一些顺境 逆境 藏缘 都是一时的假象 不要被境界风一吹就动 我们应该要安住在空性 安住在自己的正念 安住在自己本具的清净心 这个就是做如来做 自己要做得稳稳的 安住在空性 再来 着如来依 我这是一个假观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要学习柔和忍辱衣 要穿上这个柔和忍辱的衣 一个菩萨是有义气的 他是可以柔和忍辱 柔和就是没有我 完全是为众生 忍辱一切都可以忍 不管是在家里 或者是在道场 我们都要为了大局而忍 绝对不可以吵架 练到没有脾气 没有我 没有面子的问题 一切都为公为重 没有私心 这样子才有能力 能够贺丹如来的家业 才可以护持正法 所以我们永远都要记住 要修柔和忍辱 所以偶艺大师把空甲中三观 用得淋漓尽致 最后的结论就是 不为物转方能转物 我们不被境界所转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移地患难不能趋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方能转物 我们才能够改变世界 当你能够安住在你的美德 人 义 礼 安住在你这一面心 极空 极甲 极中的心 那你永远是正念真如的 你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你就可以成就佛道 我们平时不被境界转 就是有平时的正念 到临终我们才会不被死亡 病痛的境界所转 把这些所有文字的佛法 公生立行 在生活当中 练成一个真正的道人 而不只是一个读书人 最后还是那句话 道人若要寻归入 但向城中了自心 好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